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 他可能很快准备入侵 无论中国军队在台湾周围发射了多少枚导弹 美国情报机关进行过多少次台海战争的推移 哪怕是到了今天所有一切关台海开战猜测都只是猜测 我们绝不希望战争爆发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今天就给出答案 就是台海冲突如果爆发 对全球经济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而我发现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假设不了解到 它会带来什么 这是一种所谓的 中国的入侵或工作 就严重破坏台湾 就是我们了解到 令中国和台湾两败俱伤 全世界在看着 现在假设我们 就是目前台湾 就会立即中断 超过两万亿美人的经济活动 这是整个 两万亿美人很多 大家知道吗 它现在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讲一件中的一个情况 这个芯片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迹 我们的软实力 我们是台湾真正的用作在 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地方 正是因为这些半导体 构建现代世界的机会 比较全世界几乎都有这个 他们都说认为这也是我们的首富的神山 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看 为什么全世界呢 不管你们家里面的微波炉 或者是车子 小小地方都有用到我们台湾的今天 全部都是台湾的 它呢里面有一种非常大的这个能量啦 可是因为我们像人民呢 就像我们应该要去熟悉 我们不是只为了吃 人活着来地球不是只为了吃 其实是要让人了解就是说 你这个仅有的肉体 我们跟大象、狮子、狗猫、猪都不一样 我们不是宠物 我们是来创造一个十项世界 就是因为我们的念头的关系 那这个金就是 对于台湾和中国当中来说 金是金人究竟每一个人喊醒 经济是在这里 并不是我们现在外面所看到这个经济的 因为这些造成我们 你客机会大 我们就会造成更大的什么 这个毁灭 这个毁灭 所以我们为什么 像我们的老根就是什么 圣中追人最重要的 那这个是整个全世界当中的出国国家的分布 10亿美元算一中国一半 但是香港、美国、加坡、西加坡一半 那这些都是我们邻近国家 邻近的国家 其实全世界尤其现在是韩国 韩国是上帝也有护照的地方 他们慢慢透过这一次 尤其是在2019年开始启动 这个芯片的钝盘牌 就是说了解到 美国有一个不可信心 那这全世界我们了解到这个 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半导体 这当然 当然这是外在看的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阿拉伯的石油 但是中国的神山就是所谓的半导体 可是我们人体呢 有全面的这个镜像神经元 那我们要来一等 今天做这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让它终于解决 如果在半导体产量上有个世界杯 台湾每年都会有 台湾完全主导了全球半导体芯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岛屿生产的半导体 比如说我们全球全世界了 65%我们假设针对针对在这个这个随赖米 加赖米进入到40到55% 其实我们的花园机是使得-3758 096384 0000 使得-94方的赖米机够大了 现在这个晶片全世界 我们的晶片用的更小 所以你看这手机 是不是你看这iPhone的一个晶片 这个小小的 它里面的重点 其实是在里面最重要的AI 所以现在全世界中国美国 要的这一块 其实真的是在软实力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人去做出来的 那这些是因为大家有新人 都是知识的 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家庭 不知道你们来到地球的人会忘记了 忘记了 这是台湾海峡 这是台湾海峡 整个岛屿完全暴露在中国军方 各种远都近期的岛屋 我们是要透过 我们刚刚透过南上帝在家背来 在家人呢 一定要留学的 要学习的 这些都是我们 因为经济 它就会造成所谓的 这个 守国 那我们要更加去 了解就是说 它为什么这些跟我们的 学习佛法 如此的密切关系 经济智库 荣鼎集团发布了一项研究 分析了封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因为它假设用这个 中国我们平均台湾 我们大概这个 我们消出去那边 我们就很单纯的台东的市家就好 以前市家全部都是卖到中国 就是你知道中国最近这么短的时间 他们都是内部也都是开展出来的 对不对 之前美国欧洲英国 不是大陆就开办了吗 我们探亲开办的时候 我们不是大家带很多钱进去吗 其实他们也是在短时间当中呢 就这样爆发起来啊 可是这些危机非常可怕 就是因为是共产的国家 跟这个民主国家最大的不同点 那当然 当然是 阿巴斯也是希望说 我们如何在一个中道 中道 那这些都是因为 不是当地 也不是我们的殖民啊 也不是台湾人民 所以他们就像你这样子一样 就看别人 好像用 你根本不是置身在当世人 就像乌克兰跟苏俄就好了 那一些的灵魂都还是在等着 我们去唤醒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好几次之前 我们都希望说 透过防复的一个能量 好 我们先大家停止一下 先停一下 大量的半导体生产将突然间 先停一下